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就是爱理财 我是主持人利龙 也是你们投资理财的好朋友哦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我这个频道给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投资理财的知识书籍和相关的服务资讯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和留言分享 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财经知识咯 接下来进入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拨断交易获利攻略从入门到实战 一次掌握分析指标 进出10点与风险控管的操作策略 How to Swing Trade a Beginner's Guide to Trading Tools Money Management Rules, Strategies and Routines of Swing Trader 内容简介 Amazon投资类长期畅销书 识别最大获利的交易机会 筛选最值得持有的标涨股票 想提升交易绩效 实现获利目标的投资人必读 市场走势向波浪 如何在下一波卷起前城市前进 拨断操作的获利与风险策略计划 从分析指标看出 进出场10点 如何筛选合适的交易机会 拨断交易乃是持有股票 或其他投资商品超过一天 甚至几周或更长 透过判断正确的进出场10点 控管预期报酬与潜在风险 从价格波动中获利 本书全面涵盖波段操作的基础知识与进阶策略 从如何设定停损与获利 从基本面分析公司体制 从限图与指标判断 进出场时机 到三种寻找交易机会的策略 应该遵守的五个法则 以及对于投资人最关键的几个提醒 报酬潜能 至少要是潜在风险的两倍 每笔交易能承担的最大风险 不该超过账户总资本的2% 股票下跌速度 尝试上涨的三倍 公司发生重大事件后 最好等待三天再建立部位 审慎管理风险 并始终对市场情绪保持警惕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布莱恩·佩奇姆 布莱恩·佩森 自身当日冲销于波段交易者 十来岁时获得父亲购买的一股 加拿大贝尔电话公司股票 从此开启交易生涯 拥有两个学位 其中包括MBA学位 也参与了加拿大证券课程 Canadian Security Scores 在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 持续不断地进行交易 曾经大赚一笔 也曾经功亏一篑 本书囊括了他这段期间 所有交易经验的精华与教训 期望透过本书 帮助其他投资人实现目标 一者简介 黄嘉宾 台大商学系 英国 爱塞克斯大学经济系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研究 曾经任职杨智投顾 润态投顾 目前从事专业翻译 一座慎风 目录 前沿 第一章 如何阅读本书 第二章 波段交易如何运作 波段交易VS 当日冲销 波段交易VS 部位交易 市场参与者 散户VS 机构交易者 高频交易 开始交易前的基础知识 投资账户与保证金账户 本章摘要 第三章 波段操作的运用工具与交易平台 账户类型 用金与其他费用 平台与工具 免费网络资源 本章摘要 第四章 波段操作对象 ETF 个别股票 外汇 加密货币 选择权 本章摘要 第五章 风险与账户管理 合理评估风险与报酬 设定停损于获利目标 管理交易的金额规模 记录交易日志 衡量和改进迹象 交易心理 本章摘要 第六章 基本分析 总收益 每股盈于EPS 本益比PE 负债权益比 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空单余额 狂热类股 本章摘要 第七章 技术分析图形基本知识 K线 长条图 价格行为与市场心理 K线的各种价格形态 本章摘要 第八章 技术分析指标工具 支撑压力水准 移动平均 相对强弱指数 RSI 移动平均收敛发散指标MACD 平均真实区间 ETR 本章摘要 第九章 技术分析 价格形态 双重底 每双重顶 多头骑行 空头骑行 多头三脚骑行 空头三脚骑行 OBCD形态 头肩形态 本章摘要 第十章 波段交易指导原则 保持单纯 把波段交易视为一桩严肃的事业经营 拟定交易计划 拟定交易计划 严格遵守 有效管理风险报酬关系 专注于进场 衡量交易绩效 进行必要的调整 本章摘要 第十一章 波段交易的五个法则 留意持有证券的风险 不买场外交易股票或水饺股 本章摘要 第十二章 波段交易策略 定期筛选交易机会 短期跳空缺口交易机会 狂热类股交易机会 本章摘要 第十三章 进场与出场 进场的时机决定价位 出场的时机获利了结VS 任赔出场 本章摘要 第十四章 波段交易例行流程 设定交易目标 操作目的 以及运用策略 界定与建构交易例行流程 本章摘要 第十五章 结论 名词解释 内容连载 前言 股票市场目前正在发展的多头行情 是自2009年3月9日以来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历时最久的大多头走势 截至2018年为止 如果和9年前的低点比较 股价平均上涨超过3% 至300 现在从咖啡厅里的顾客与店员 甚至到保姆与大妈 几乎人人都可以畅谈股票行情 随着科技越来越普及 网络传输速度越来越快 再加上各种新奇电子配备和软体 使得一些不太热衷金融投资的人 也可以轻松成为交易专家 金融市场 原本仅是华尔街精英专属的竞技场 现在却可以让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 运用期货与选择权等复杂的工具 让父母的户头存款迅速倍增 迁徙世代的人们可以一星期七天 一天24小时 全天后运用网络搜寻各种知识与答案 无法再接受未知的事物 投资人不愿意让自己的资金 继续受制于那些收费高昂 效益微薄的金融顾问 投资专家与共同基金经理人 人们希望控制自己的资金 照顾自己的利益 因此也会更明智地处理 自家的投资与资产 由于这些崭新的变革 我们迈入了相当有趣的交易时代 热门肋骨的狂热不再罕见 我们现在越来越常看到 过去的这类狂热 往往每隔10年或20年才会出现一次 通常是随着网际网络 人工智慧等新科技而发生 譬如1990年代末期的 达康泡沫.com bubble 可是 当今的交易市场已经截然不同 市场每隔几个月 就会出现一波新兴狂热 人们蜂拥投入某个特定类股 譬如2017年的比特币与加密货币 2018年的放狂热F代表脸书 两个A分别代表苹果和亚马逊 N代表网飞 既代表Google 还有2018年的大麻狂热 对金融交易者来说 整个市场的结构与样貌 已经完全不同了 谁能想到 有年仅27岁执行长经营的相片 分享软体公司Snapchat 上市交易第一天的市值 就超越了美国航空 希尔顿 白斯买 法拉利等著名企业 这只股票上市第一天的开盘价为每股17美元 当天收盘价为24.51美元 资本市值高达340亿美元 谁能想到 一般投资大众会在2017年蜂拥 买进比特币和加密货币 区块链Blockchain股票 也因此成为当年的热门新玩意 如同本书作者布莱恩 佩奇姆 Brian Pizzing 谈到的 任何公司发布的新闻 只要提到区块链这个字眼 股价几乎就一定会飙涨 举例来说 长岛冰茶公司 Long Island ST Corp 股票代码Loti宣布 主要营业项目将由原来的饮料 改为区块链科技 并将公司名称更改为 Long Blockchain Corp股票代码ABC 结果股价在一天之内 就上涨超过200% 同样地 谁又能想到原本生产茶 咖啡与康普茶等饮料的 新时代饮料公司 New Age Beverges Corporation股票代码Boff 宣布将生产含有大麻二分的新饮料 股价马上飙涨62.5% 2018年9月 当我撰写这篇前沿的时候 市场的表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面对当今的市场 成功的交易需要秉持新的视角 运用和新世代交易相互搭配的策略 适用于几十年前的交易教科书和策略 全都需要因应环境变迁而更新 这些过去适用的系统虽然有其历史地位 但它们需要根据崭新的市场架构做调整 才能继续发挥功能 这也是我认为本书很重要的原因 我和布莱恩曾经是同事 我当时负责单纯的研究分析工作 我们一起出差过几次 也成为很好的朋友 他的年纪比我大些 处于半退休状态 但他拥有的丰富知识与经验 绝对值得我学习 事实上 正是他把我领进交易的世界 布莱恩的本行虽然是工程师 但他踏入金融市场之后 发展了杰出的技巧 他现在是我们这个交易者群组 多空交易者Bearball Traders Bearball Traders.com的成员 也是这个群组可贵的良师一友 群组里的成员大多从事股票 当日冲销交易 但布莱恩偶尔也会和大家 分享波段交易的知识 我们都希望能够多了解 他如何从事波段交易 我们怂恿他写一本 有关波段交易策略的书 他也真的这么做了 作为一个认识布莱恩很久的人 我很高兴能够阅读 他的这本波段交易著作 他在这本书内 解释三种波段交易策略 分别根据技术分析 隔夜跳空缺口与热门肋骨狂热筛选股票 我发现 这三种策略都很有用 而且很容易了解 操作也很简单 除了介绍波段交易策略之外 本书也谈到波段交易的其他重要层面 比如适当的工具 健全的交易心理 以及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 我个人认为 布莱恩这本书是初学交易者 想要快速从事股票波段交易的捷径 我希望各位能够像我一样欣赏这本书 安德鲁 阿奇兹 安卓西斯 第十一章波段交易的五个法则 讨论波段交易实际运用的策略之前 让我先谈谈我通常遵循的几个法则 并说明这些法则存在的理由 这些属于一般法则 来自于我多年从事交易累积的经验与知识 各位可以汇证自己的法则 也可以采纳我的法则 这些法则涵盖了我认为有助于保障资本 维持投资成功的两个因素 留意持有证券的风险 不买场外交易股票或水饺股 以下详细讨论这两个因素 留意持有证券的风险 对于波段交易者来说 如果条件恰当 持有隔市场收盘之后仍然持有部位 虽然具备重大获利潜能 但也伴随着可观的潜在风险 市场收盘之后 可能发生重大利空消息 让你套牢在持有部位 等到市场重新开盘恢复交易 价格如果大幅跳空 部位将发生严重亏损 想要赚取重大获利 就必须承担对应的风险 下列事件如果发生在市场收盘之后 可能让你原本看好的波段交易部位 因此猪羊变色 1.发布盈余报告 2.发布产品服务相关讯息 3.二次发行股票 4.掉价或掉生平等放空报告 5.其他宣布 譬如政管会调查 高级主管离职等 6.整体市场情绪发生变化 让我们分别讨论这些项目 发布盈余报告 我把盈余报告视为高风险事件 换言之 企业发布盈余报告 公司股票可能因此出现重大走势 但很难事先预测价格走向 过去的惨痛经验告诉我 公司发布盈余报告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持有多空波段交易部位 盈余报告如果超越市场预期 股票多头部位当然可以受益良多 但还是可能因为盈余报告而面临亏损 即使企业公布的营业收益与获利数据很理想 仍然可能出现对于盈余前瞻性指引的负面评论 这些都在市场预料之外 即使公司发布的数据本身不错 这类负面评论仍然很容易导致股价下跌 碰到这类状况 你如果持有空头部位当然很幸运 但万一持有多头部位 后果恐怕就不妙 除了实际买卖股票之外 你还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利用盈余报告进行交易 譬如亏损风险有限的选择权Options 选择权交易属于比较进阶的策略 超出本书讨论范围 发布产品服务相关讯息 公司宣布有关产品服务的正面或负面讯息 都可能显著影响股票价格 制药公司发布这类新闻 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药品试验报告可能导致股票出现重大涨势或跌势 试验结果如果不理想 小型业者的资本市值可能在业之间流失75% 碰到这类事件 你万一持有股票多头部位 损失恐怕惨不忍睹 就如同公司宣布盈余报告的情况一样 关键是你无法事先预测应该站在哪一边 其他类似事件 譬如召回产品 也可能对于股票部位造成负面冲击 让你措手不及 不能做出适当反应 反之 你可能持有某小型股部位 该公司赢得某大型企业的订单合约 这类独特事件很难事前预测 风险管理通常只能做到局限此类投资的资金比重 业部位或长达几个星期的部位 可以创造显著的获利 这也是波段交易方式最重要的优点 交易者看到开盘价格向上或向下跳空 难免都会想 昨天收盘如果继续持有部位就好了 事后回顾 每个人都可以是诸葛亮 市场收盘之后 仍然持有部位 虽然具备重大获利潜能 但也伴随着可观的潜在风险 市场收盘之后 可能发生重大利空消息 让你套牢再持有部位 等到市场重新开盘恢复交易 价格如果大幅跳空 部位将发生严重亏损 想要赚取重大获利 就必须承担对应的风险 下列事件如果发生在市场收盘之后 可能让你原本看好的波段交易部位 因此猪羊变色 一 发布盈余报告 二 发布产品服务相关讯息 三 二次发行股票 四 调价或调升平等 放空报告 五 其他宣布 譬如政管会调查 高级主管离职等 六 整体市场情绪发生变化 让我们分别讨论这些项目 发布盈余报告 我把盈余报告视为高风险事件 换言之 企业发布盈余报告 公司股票可能因此出现重大走势 但很难事先预测价格走向 过去的惨痛经验告诉我 公司发布盈余报告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持有多空波段交易部位 盈余报告如果超越市场预期 股票多头部位当然可以受益良多 但还是可能因为盈余报告而面临亏损 即使企业公布的盈业收益与获利数据很理想 仍然可能出现对于盈余前瞻性指引的负面评论 这些都在市场预料之外 即使公司发布的数据本身不错 这类负面评论仍然很容易导致股价下跌 碰到这类状况 你如果持有空头部位当然很幸运 但万一持有多头部位 后果恐怕就不妙 除了实际买卖股票之外 你还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利用盈余报告进行交易 譬如亏损风险有限的选择权options 选择权交易属于比较进阶的策略 超出本书讨论范围 发布产品服务相关讯息 公司宣布有关产品服务的正面或负面讯息 都可能显著影响股票价格 制药公司发布这类新闻 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药品试验报告可能导致股票出现重大涨势或跌势 试验结果如果不理想 小型业者的资本市值可能在一夜之间流失75% 碰到这类事件 你万一持有股票多头部位 损失恐怕惨不忍睹 就如同公司宣布盈余报告的情况一样 关键是你无法事先预测应该站在哪一边 其他类似事件 譬如召回产品 也可能对于股票部位造成负面冲击 让你措手不及 不能做出适当反应 反之 你可能持有某小型股部位 该公司赢得某大型企业的订单合约 这类独特事件很难事前预测 风险管理通常只能做到局限此类投资的资金比重 二次发行股票 为了发展新产品或服务 企业往往需要极由二次发行股票筹措资金 上市公司通常会在正规交易时段结束之后 发布这类新闻 持股者没办法反应 另外 公司通常会趁着股价上涨的时机 采行这类措施 你当时可能认为自己持有的部位表现不错 新股发行价格几乎必定低于市场价格 股权会因此稀释 可供交易的股票数量变得更多 也意味着股票重新开盘的价格将会向下跳空 至于跳空缺口的大小 则取决于发行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 举例来说 股票交易价格假定是每股30美元 新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3美元 对于既有股东来说 这显然是重大利空消息 最近在30美元附近买进股票的投资人 会很不高兴 很可能会抛售持股 反之 新股发行价格如果是每股28美元 情况或许不会太糟 因为新股发行价格相当接近市场价格 新股发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 通常不会发布消息 所以市场投资人无法预先得知讯息 波段交易者自然也无法预先防范 你顶多只能评估相关风险 尤其是公司最近烧钱烧的厉害 而且当前收益不足以阴影 或许就可能发行新股 调升或调降平等 放空报告 经纪商与专业分析师 会持续提供公司平等调升或调降的报告 修正他们对于企业表现的预期 某些经纪商聘用的专业人员 只负责监控单一股票 譬如苹果电脑 另一些经纪商聘用的专家 则负责追踪类股 譬如半导体 他们经常提供相关的研究报告 经纪商或研究机构发布的 平等升级或降级报告 经常导致股价显著波动 至于实际影响则取决于报告内容 还有令一些业者专门追踪那些特定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的营运模式有缺陷或存在诈欺的可能性 这些业者专门寻找适合放空的上市公司 发表他们为什么认为公司价值高估的论述 如果你怀疑 为什么这些受监管市场反而更容易发生诈欺犯罪 我推荐观赏电影《中国大骗局》 《The China Hustle》 本书撰写当时在Netflix播放 Citron是一家专门提供放空研究资讯的业者 这些研究报告足以影响股票价格走势 他们有可能放空股票而海捞一笔 然后发布报告质疑相关公司的营运前景 这些业者的长期记录未必完美 举例来说 他们在2016年12月主张辉瑞公司股价高估 辉瑞股价在该消息公布当天下跌约6% 首盘价为108美元 经过19个月之后 辉瑞股价交易价格约为254美元 Citron与其他类似的研究业者往往可以驱动行情走势 但交易者如果因为他们的推荐而站错边 结局也可能很惨 这些分析师通常会在正规交易时段之外发布报告 所以对于波段交易者来说相当不幸 因为我们没办法预先知道这些报告即将公布 就如同很多其他独特事件一样 想要防范这方面造成的损失 只能从风险报酬策略方面助手 局限投资组合持有此类部位的资金比例 其他宣布 其他负面的消息宣布 譬如资料泄漏 证管会调查 新发生的法律诉讼事件等 这类利空消息可能有损多头部位 至于正面的消息宣布 譬如引进新产品 与其他公司合作 法律诉讼事件和解等 对于空头部位则会造成负面影响 不可预期事件是波段交易者面临的挑战之一 就如同所有其他意外事件一样 想要防范这些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 最好的办法就是严格遵循风险报酬计划 独特事件当然也可能造成有利影响 譬如你持有的股票宣布重要的合作伙伴 你可能受惠于这些有利事件提供的上当报酬潜能 但你必须严格遵循风险报酬计划 即以保障下当风险 整体市场情绪发生变化 重大事件或消息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市场情绪 譬如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nstitute of Supply Management 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等会定期公布报告 它们可以反映制造业的整体经济状况 这类报告如果出现意外结果 可能导致整体市场情绪变得更乐观或更悲观 就PMI来说 独数高于50代表特定经济部门处于扩张状态 独数低于50则代表相关部门呈现萎缩 关于定期发布的政府或非政府部门报告 数量极其繁多 譬如房屋开工率 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 通货膨胀数据 以及联准会报告等 它们都可能对于市场整体情绪造成冲击 对于这些即将公布的报告 以及市场参与者对这些报告的重视程度 波段交易者必须随时掌握相关资讯 交易者可以透过某些网站查询相关资讯 譬如Astomize 进入网站后点选Calendar形式力的标签 总之有很多事件可能让原本可以赚钱的部位转赢为亏 而且有很多报告是在市场收盘之后公布 从好的方面来说 交易者只要做些研究 采取有效的资金管理 参考第五章 就可以把这方面风险降到最低 以下是我认为波段交易者持有隔夜部位或长期部位管理风险的四个法则 法则一 上市公司公布盈余报告时 避免持有相关股票 法则二 上市公司预定公布特定报告时 避免持有相关股票 举例来说 只要公司预定公布药品试验报告 法则三 对于自己投资的股票 应该做足充分研究 观察基本面条件是否符合投资预期 法则四 严格遵循风险爆出计划 任何单一部位都不得过度投资 不买场外交易股票或水饺股 场外交易 Over the Counter Trading OTC是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ICE 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 NASDAQ与NICE American以前的美国证券交易所 等正规交易所之外 这些交易发生在交易商之间 对象包括股票 债券 外汇与其他金融商品 这些股票包括正规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 以及非正规交易所挂牌股票 而还没有在正规交易所挂牌的股票 通常称为OTC股票 这些OTC股票是透过交易商进行交易 因为这些股票的发行规模太小 没办法在正规交易所挂牌 通常也不符合挂牌条件 不同于一般上市公司 这些OTC股票不需定期向证管会提供各种申报 它们的相关资料不论在详细程度与及时性方面都明显不足 OTC股票的每天成交量通常很有限 这也意味着这些股票比较容易受到人为操纵 大型部位不容易出脱 基于前述种种理由 我尽量避免交易OTC股票 我也尽量避免交易低价水饺股 每股价格不超过一美元者 因为它们的价格很容易受到人为操纵 比较难以预测 少数情况下 如果有充分动机的话 我也可能买进价格不足一美元的股票 但这种情况很罕见 散户没有必要交易OTC股票 股票如果没有在正规交易所挂牌 我就不交易这些股票 所以我的下一个法则是 法则五 避免交易OTC股票或每股价格在一美元以下的股票 本章摘要 本章概列叙述我个人从事波段交易遵循的法则 以下是本章的内容摘要 由于波段交易持有隔夜或更长期部位 所以会碰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持有证券部位的期间 为了避免遭遇任何负面事件 我建议波段交易者遵循下列法则 法则一 上市公司公布盈余报告时 避免持有相关股票 法则二 上市公司预定公布特定报告时 避免持有相关股票 举例来说 只要公司预定公布药品试验报告 法则三 对于自己投资的股票 应该做足充分研究 观察基本面条件是否符合投资预期 法则四 严格遵循风险报酬计划 任何单一部位都不得过度投资 法则五 避免交易OTC股票或每股价格在一美元以下的股票 波段交易者应该随时监控市场整体情绪状况 整体事况发生变动 会对所有的股票造成影响 交易者必须确定整体市场情绪状况 与自己持有或准备持有的部位一致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书籍购买网址我放在影片描述栏中 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前往购买阅读哦 还有喜欢我影片的人 别忘记按赞订阅及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